解讀台股密码 2024年 美国股市总算在礼拜一迎来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但是台北股市大家都想问 怎么连续两天开高走低 不过这两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有一支股票倒是相当硬挺 那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这两天台积电回稳 到底是哪个大人在照顾它呢 原来有好消息 据传荷兰半导体设备商艾斯莫尔的新任CEO 下个礼拜要来台湾 而且要来访问台积电 以及相关的协力设备厂 面对英特尔积极采购新的EUV曝光机 为什么艾斯莫尔这么积极 要来台湾拜访台积电呢 的确要不要买EUV机台 也关乎台积电对今年半导体景气的展望 尤其下个礼拜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了 我想问世聪哥 台北股市这两天大家觉得好闷 还好有台积电撑着 不然指数一定是只会跌不会涨 从艾斯莫尔CEO来台访问的这个动作来看 为什么这个讯息三大报都要登 有什么样的目的 对 因为艾斯莫尔目前是全世界 最重要的半导体厂商 他的即将接任的新执行长叫傅凯 他预计在4月要接任 他在接任之前要来到台湾访问 来到台湾访问为什么引人注意 因为他准备要跟我们接下来也准备要接任台积电的董事长的魏哲家 他们两个会面 会面的时间可能是在1月18号台积电的法说会前后 他访问台积电的时候当然有非常多的意义存在 第一个 因为艾斯莫尔在卖机台 他其实这一趟的富凯要来亚洲访问 但他第一站来到台湾显示说台湾的台积电跟艾斯莫尔 还是紧密的绑在一起 无论如何来说 如果你要拿到机台的话 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这个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 在目前的EUV的外光机里面来说的话 谁能够拿到最多机台 绝对就是大赢家 以他第一个就跑到台积电来 显示说如果你要什么的话 我能给你的尽量都给你 这次来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大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以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EUV的机子外光机来说的话 这个台积电大概有65%的机台都在台积电 其他35%是散布在三星 或者说在海力士或英特尔的手上 所以在过去的EUV它有65% 为什么这个覆盖要来台湾呢 因为他们最近有推出一个 High NA的EUV High NA的EUV是什么呢 它就是说比较高素质的 孔径的机子外光机 这是下一代的设备 这下一代设备价格要4亿欧元 台积电目前为止 所以算这样是100多亿 对 台积电问题是我推出之后 台积电都没有要用 台积电都没有要用 目前为止只有英特尔买了几台 台积电都没有要用 而且台积电是说 我要到2030年才要使用 那英特尔买进来之后 是2025年就要用了 那就我们就比英特尔慢五年了 对 那为什么台积电不要用呢 因为根据目前为止 台积电的说法是说 我们的台积电 透过目前EUV的这个萎缩的话 它说重复曝光 搞不好比直接买这个 High NA的技术都还要更好 虽然目前为止台积电是裹足不前的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艾斯莫尔来说 他认为说你要赶快买 买了之后才可以推动 整个半导体往前进 所以这一次他就是来这个 拜访的时候 可能要听听台积电的说法是什么 好 那我们提到说 其实艾斯莫尔跟台积电来说 我们可以说 这两家公司是血浓于水 其实台积电跟艾斯莫尔 都是戏突同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母公司 叫做菲利普 菲利普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们后来就是 你看艾斯莫尔以菲利普的技术为根本 台积电是菲利普提供最新的技术 所以就说两个本来就是一个兄弟 两个这个兄弟的时候 那怎么样 为什么后来会强强联手 主要原因是在于说你看 1987年的时候 当时全世界的所谓半导体的 这个机子外光机 主要发展两个国家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美国 美国当时是以英特尔为主导 那他找谁 他就找摩托罗拉 IBM 他就说我们开始发展EUV 他把台积电排除在外 那当然当时的这个艾斯莫尔 也是被排除在外 所以后来艾斯莫尔跟台积电 就有攜手起来说 那我们一起来合作好了 那另外一派势力 就是日本的Nikon Canon的势力 所以 因为这边写说 他的竞争对手是Nikon跟Canon 对 当时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当时有两股势力 一个是美国势力 一个是日本势力 那后来这个台湾跟这个荷兰的公司 就结合在一起 那其实一开始都发展的 并不是很顺利 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 台积电提出所谓的浸润式曝光 简单来说就是用水 当成的这个介质 然后来增加这个所谓 用水来反射曝光的这个方式 那这是林本坚 我们现在也曾经担任过台积电高职 那现在也是位置 是我们这个中研院的院士的 这个林本坚博士所提出来的 那于是因为这个技术之后 这个艾斯莫尔在EUV 就开始发展光大 你看他2024年就推出第一台 所谓的这个样机 然后推进所谓EUV的发展 那后来EUV在这个先进的制程 包括说像在10奈米以下 几乎都完全用到 所以他就一口气都登上了 全世界半导体的龙头的位置 就在这边 好 那除了就是说 他跟台积电细出同盟 两个互相合作之外 其实艾斯莫尔也来台湾 投资非常多 我们看到这是艾斯莫尔的官网里面讲到 他说目前为止 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四个客户的资源中心 应该在领口新竹台中还有台南等等 就贴在台积电厂旁边 对 没错 然后他就说目前有五座工厂 2022年的时候投资了300亿台币 还有这个设立所谓领口工业园区 最快到2026年要完工 你看他有四个客户资源中心 两个研发中心 还有两个训练中心 包括说他在南科 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EUV 极止外光的工程师的训练中心 都在台南 所以可见我就告诉你 艾斯莫尔的CEO来台湾访问 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他认为在未来的半导体的世界里面 来说台积电还是第一个 所以我还是优先来看你台积电 当然他要看看台积电的 未来对技术的发展 跟技术的走向是怎么样 他也来听听台积电的技术 他毫无运用告诉你说 全世界半导体的龙头就是台积电 当然以台湾来说的话 台积电的涨跌 绝对还是影响台北股市的发展 感谢石中科 从艾斯莫新任CEO 这旋风上任就要来造反台积电的 这个动作做观察 未来好几年半导体的全球重心 依然是在我们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小岛 首去一指的关键厂商 当然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对台北股市也非常重要 因为它涨1元 就影响台北股市8点 这两天大家都觉得 有点误足误言 因为明明你说昨天开高走低就算了 昨天这个美国股市是大涨了 台股今天依然开高走低 要不是台积电稳着 有国家队在户 指数可能还不会那么好看 还有红给你跑 但我想问一下 委员 为什么这两天台北股市的 总是这么压缩这么黏 是因为说不是CES的错 也不是台积电的错 而是大选的错吗 难免选举之前 行情总是会比较观望 尤其可能还会出来 受到一些警报 今天下午有一个说 卫星飞越台湾南部的讯息 由此可知就是说选举之前 其实市场的投资氛围 本来就是比较紧绷的 刚刚这个讯息会不会影响 明天台股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因为大家应该 就是收到讯息之后发现 左看右看 没事 但是只是说这个礼拜 我认为整个台股应该 还是属于价稳量平的格局 所以从历史的数据来看 选举前五天也就指这个礼拜 其实上涨几率本来就不高 大概57% 但是如果时间拉长到选后来看 尤其是选后20天的话 上涨几率就高达100% 虽然说不是说每一次的历史 都会完全的复制 不过看起来 如果这个大数据值得参考的话 选后的20天 其实是一路延后到 这个春节之后的开红盘行情了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礼拜 你应该反群众心理 有些好的股票 如果拉回整理的时候 你用布局的眼光去买它 选后去买它春节后的行情 当然行情要涨不外乎 基本面跟资金面 首先就基本面部分 我们从中线保护短信角度来看 这张图表很重要 它反映的就是 订单减掉存货的数据 我们知道如果业绩越来越好 就是订单来增加 而且你终端的库存 去化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所以这两个指标相减之后 它会转为正数 化为目前这个图表上面来看 柱状体就会是转为正数 所以就目前来看 的确是往这个方向 订单增加库存减少 变正数 对 历年来看 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所谓补库存 所以只要补库存的时候 台股大盘指数 真的就会进补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就过往 只要柱状体转正 其实大盘指数 都会有一波行情往上 所以我认为 基本面今年看起来 的的确确一定是比去年来的好 另外刚才提到就是资金面 资金面尤其很明显就反映在 最大全资股台积电的表现 大家看到 这个红色这条线就是台币的走势 往下就代表台币是走升 走升就会吸引外资资金 贿赂并且买超台股 蓝色的部分则是台积电的股价走势 所以你看到 当台币走升的时候 台积电明显就上扬 过往几个波段都是如此 以台积电的股价来看 我想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情境推估 我们就先聚焦在2024年 如果EPS38.9元台积电价格该怎么看 事实上以它历年来的本益比区间来做推估 合理价就是赚它的平均本益比16.9倍 大概就是657元是它的合理价格 但你想看如果它今年的业绩往上 是不是有机会本益比从平均值 往历史的高原慢慢的靠拢 历史的高原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22.8倍 昂贵价 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的话 股价目标就有机会看800块 不过现在才年初所以不要太急 因为你要看它足迹的EPS 还有后续的展望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基本上 今年其实600元以下的时间 应该不会停留太久 慢慢会往合理价甚至昂贵价去走 台积电其实最近就是在这边整理的话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之前的一些布局或存股还没有买购的 我认为最近其实只有拉回 尤其是在法售会之前都可以去找机会 的确 威元从过去的本益比的历史区间来看 如果今年的EPS成长还比去年再多两成的话 以它的合理本益比16.9倍 是有600块之上的实力 那最近在590几块580几块盘旋 很希望等到法售会之后 农历年前给大家看到 六字头台积电的这个大红包 那台积电如果强了 设备股一定有机会雨露均沾 说到去年这个台积电大同盟当中 最标函的一支只有它 6139的雅翔 那其他人都躺在那没什么表现 但今天看起来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好 那其实台积电1月18法售会 市场一定是关注在先进制程 先进奉装等等 好 那我们这边就会看到 有些股票在1月到目前为止 已经领先在起跑了 可是事实上压制滑水布局 跟台积电耕耘多年的先进奉装设备 今年看起来也有机会开花结果 那另外IP的股票呢 高价的股王 世新或创意之外 其实目前中价位的黑马当中 827具有科技刚好去填补这个市场 这个所谓成熟制程这个风圈 蛇月营收非常漂亮 对 那另外还有像万润 红康 好 那另外讲到先进制程 我觉得3奈米最受惠的一家 就是EUV光照盒的加登 另外就是钻石碟的中砂 那尤其值得留意 我们来看一下旺锡的部分 好 有什么样的个股打底之后转强 我也想帮大家找了两支 因为你看之前旺锡都在这边做横盘 然后量缩 直到外资开始大力敲进 然后投信也买超之后 股价就开始加速度上工了 对 因为上个礼拜台股连跌4天 可是外资是反过来一直买超 对 因为其实探真卡 在今年来看的话 除了受惠于台积的先进制程 也会受惠于AI挥达的需求 所以股价的部分 我认为操作上面来看 因为今天是有点出量 然后突破 创高 未来当然要留意就是 它过去如果突然像这样子 类似出大量之后 它比较容易去做回撤回洗 所以我认为如果有机会 回撤到今天这根K棒 中价附近来讲的话 你可以先买一半 后续来讲的话就看 它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 最好三天之内再过高的话 你再去做加码 好 这个是喜欢做强势个股的投资人 可以留意的一档股票 如果是比较谨慎一点的投资人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概念股 其实高档整理还没有突破 也是跟台积电相关的可以留意呢 好 我想其实中沙的钻石跌 也受惠台积电3奈米 而且除此之外 也另外拿到美系大厂的订单 股价其实这段时间 也算是一个区间盘整 刚好最近这段时间 它先是往上冲高之后 再压回 刚好这个地方是回撤了月均线 今天稍微有点出量 而且这个量也算是温和放大 而不是突然爆大量 刚好突破它的下降切线 所以来讲的话 这个刚好就是一个转折买点浮现 我认为其实你可以看 投资跟外资之前也有买进 如果我们抓 像外资平均买进的成本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投资最近其实买进的成本还高一点 所以你现在 等于你进场就是站在法人肩膀上 你跟外资的成本差不多 甚至买的比投资还便宜一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如果你比较喜欢用布局的方式来讲话 中煞现在应该刚好是一个短中线的转折点 好 燕门叛军在红海攻击商船 这一个月以来 已经让国内甚至国外的航海相关类骨 骨架式飙风在起 不过昨天传出来一个讯息 说有部分航商 跟这个青年反叛军达成协议了 说胡塞武装 可能不会再对红海行进的商船造成袭击 就此话一出没有想到 马斯基因此一度跌了8.4% 最后收跌5.65% 那赫伯罗德也是跌了10.18% 尽管今天两家公司都出面澄清 我们没有跟这个 胡塞组织青年军达成协议说 你不攻击我们造走这个红海 但是伤害却已经造成 从台北股市盘面上面来看到 航运股今天真的很惨 跌最凶的是扬明 因为扬明是有最多的欧洲航线 今天一度触及到了跌停板的价位 长荣也大跌超过5% 那个包含了这个大陆方面的一些 海运公司股价也都大跌超过7% 万海今天也是重挫在盘下 也连带影响到了散装轮的表现 今天几乎是一片岛 好 我想问一下阿亮 直到今天报纸打开来 还是好多缺贵 运价上涨的讯息 但是有一个个隐忧是 SCFY在上个礼拜的涨势只剩下涨8% 跟前一周涨40% 的确涨幅有收敛 那为什么 马斯基跟赫伯罗的出来否认 我没有跟青年军打成协议 红海危机还没有解除 航运股已经先不知倒地 是筹码大户落跑了吗 那如果手中有航运股的人 现在要不要换股操作 好 是 其实这一波的航运股 大家看一个指标 看什么 看所谓的欧线急运期货分 这个指标 你可以看到它今天的 它的走势怎么样 是直接跌20%跌停 所以这样一跌下来 大家就吓到了 是不是航运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其实从红海危机以来 我在明军节目上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一波绝对是短线 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长 一开始我们就请阿亮分析 一开始我就讲过 因为它绕道的成本是固定 所以刚刚法轮他也讲了 现在的这个运价指数 你找到这地方 它其实都已经完全充分反应了 你这个不可能再继续往上涨了 为什么 因为到过年之前 我这也讲过 其实在过年之前 这一段是航运的淡季 所以你的运输量没有说很多 但是如果你价格上来的时候 其实它营收不会说做个创高 它跟当时的疫情情间不太一样 疫情情是量很大 价也在飙 所以价量起仰 营收就已经创新高 现在是价涨 可是量很少 所以它营收 对它营收来讲 其实帮助来讲不大 再加上它绕到什么是固定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现在梦醒时分 它就开始出现跌停了 那一跌停下来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股价会不会跟进 会跟进 那我个人认为 长龙来讲的话 它还没有完全充分反应 因为你以这种形态来看的话 它比较低 对不对 常常来讲 其实它还有补跌的空间 那阳明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有补跌的空间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不要再过度做一个追价 因为这边你要看什么 看它如果要上来的话 它这些股价才有机会往上走 目前来讲的话 现在如果说他们后面 不知道怎么弄 又弹成和解的话 我想影响会更大 所以这个指数可能不涨的话 这个股价来看的话 它可能后面的一个追价的力道 会更加弱 所以我觉得这是短线 大家要挑股票 还是要看中长线的一些 题材跟个股 中长线题材跟个股在哪里 绝对就是在AI 对不对 所以AI你会发现 昨天挥达的股价 又创了波段新高 大家会吓一跳 为什么又创新高 原来挥达昨天 它发布了新的三款的显卡 RTX40 Super系列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带动它股价市值 已经飙到1.29兆美元 这次三款里面 主要有4080 Super 4070 Ti 以及4070 Super的部分 这三款它发表之后 为什么会造就会拿股价大涨 因为大家已经预期 它就是会发表新的显卡 因为它出来的价格太惊艳了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因为最便宜的这三款里面 最便宜是4070 Super 它只卖5.99美元 然后最贵的4080 它卖到999美元 大家知道之前大家抢破头的RT 这个RTX4090卖多少 卖大概1600美元 对不对 所以它性能稍微低一点 可是它这个价格更便宜 它性价比更高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个运用未来可能会更广 股价自然就会做推升 其中RT4080的Super 它的处理的能力 比上一代还会更快 你运用在所谓的Stable Diffusion 这个XLN 图像生成软体 它的速度是快1.7倍 然后影片生成的速度快1.5倍 所以它的性能来讲还算不错 然后你用了之后 它的这个游戏的光追 就是光追这种 就是说它会让游戏更加的鲜明 再来它可以运用在什么 个人电脑跟笔电上 就实现了所谓的本地化的人工 智慧的一个处理器 之前的AI伺服器 它是属于云端 现在这三个晶片 它是属于的边缘运算 终端电脑就可以直接处理 再来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运用在所谓的Photoshop Firefly就可以直接做图 你看把这个人 对不对 涂起来 然后你只要换他衣服而已 就把这个衣服涂一涂 它就换衣服了 甚至这个技术 它可以用在哪里 用在整个游戏里面 它用在游戏里面 副总裁 慧拉副总裁这次讲 它说它可以让游戏的画面 更加的高清化 以及它游戏的角色 它在对话的时候 更加的聪明 真实聪明 然后另外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它这一次所发布的 这三款晶片 它是没有触及到 美国晶片的禁令 所以可以卖到中国去的意思 所以市场就觉得 这个太好了 股价就上去了 另外这次的CS长 辉达黄林军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未来的汽车 会是最大型的消费性电子 所以代表说 辉达要积极跨入到 所谓的车用领域 所以这一次 它有决定跟宾市做合作 宾市这一次 除了新一代的任体驱动 做发表之外 另外它也发布了NBOS平台 还展示了什么 NVIDIA的Driving Orain 这个自驾核心技术 这台车就是CLA的Class 这次就会运用到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所以代表说它接下来 这个车用的布局要加速了 另外一家像这个Codiak 就是台湾来讲就Skoda Skoda的这个自动卡车 有没有注意到 它也是用了辉达的GPU 然后就可以实现到 处理复杂的影像 以及用光达跟雷达 去收集周边的资讯 然后让驾车更加的安全 辉达昨天 创下历史新高之后 大家都很期待 今天的AI一军可以大反攻 的确是有反攻 可是开高走低流上影线 为什么这么不给力呢 红基来讲它有一个东西 是蛮吸引的 叫做3D裸式的功能 但是目前来讲 这还是视义图 就是说它的效能 还没有那么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要注意什么 筹码面 筹码面会发现 外资这波买上来之后 其实已经出现大量的卖超 你要特别注意 投信虽然卖掉后买回来 但是因为它的一个买的张数 没有像外资那么大 所以我想左右力道 还是在外资的部分 所以你后续就看 如果外资又回过头来买的话 我想这个股价就还有机会做推升 那人保来讲的话 它就看什么 一定看红基跟华硕 因为它是代工厂 所以如果红基 华硕 有机会股价这个地方 再转折向上的话 当然会有机会 我个人觉得说 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因为AIPC绝对是 明年的长线主轴 只是说短线它涨过多 它会做修正 我们就看什么 看华硕 以华硕当指标 因为我刚刚讲的红基跟人保 它还是有一些 有人想要当冲 所以它因为股价比较低 股价比较清明 所以当冲会把筹码冲乱 但是你像这种华硕 高股价的当冲客就比较少一点 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 外资虽然有卖 可是卖不多 但股价预判 这边还有相对一个支撑 再加投信还是继续买 所以这个华硕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这一次的系列展 也推出了所谓的实现的 PC端的AI生成图的部分 的确可以看到说 股价其实后续 对它的营收来讲 应该还是有撑的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我觉得还不用过度 做一个悲观的一个动作 因为未来 其实只要有一些 新的AIPC的题材进来 股价还是有机会转折向上 那是AIPC的部分 当然不只是AIPC 其实华硕 宏基 即将维新在出之外 还有好多其他的台也都要推出 大家都希望能够功能 三拼三 但是毕竟之前已经涨过了 外资也卖了 所以高档现在 要再上冲的动能有限 可是有没有什么 其实更具有这个利基性 甚至股价还没涨的 大家可以 这个部分来讲 它就一定要搭配 现在的一个新的题材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像昨天 灰达股价创新高 为什么 就是三款的GPU 这三款GPU来看的话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会看到就说 光追系统的部分 你看有开跟没开的效果 有没有 以它生成图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其实就是这一颗 就是这一颗 这一颗来讲的话 它会带动什么样子的概念股 第一个 RTX40系列的晶片 它还是用所谓的 COWAS的技术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COWAS特别强 魏华科 对 魏华科就亮灯长平板 星云跟望润前面也长过一段 但是你会发现 它今天还是有做反应 今天盘其实不是很好 它还是有反应 所以COWAS我觉得 对这个需求来讲的话 它还是存在的 未来还是会有机会 再来跟辉达合作的 显卡的厂商有谁 技嘉跟维新 今天也都有反应 因为这个晶片 你后面还是要搭载一些散热技术 像这个就技嘉的技术 技嘉的散热 所以它整个出售的情况下 技嘉未来也会受惠 技嘉股价也跌过一段 现在这个地方 我是认为是有机会起来的 第三个在哪 机壳厂 你会发现像今天的银帮 琴城 甚至琴城还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这三款晶片 晶片是为了桌面型的电脑做设计 桌机做设计的 所以桌机如果卖得好的情况下 一定要壳 壳 壳 对 所以它也带动上来了 另外一家 我觉得股价比较低一点 有机会的话 应该就是2417的圆缸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三款晶片 主要是跟什么 主要是运用在游戏端 所以游戏端来讲的话 大家其实不要小看这个游戏 你不要觉得你家小孩打电动 不是很好 游戏厂值去年是 全世界是60兆台币 游戏是亚运的比赛项目 超过60兆台币 所以这个产值是非常大的 圆缸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很多的玩家 喜欢就是说 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会做直播 有些直播主 所以直播的部分来讲 他一定要用到什么 所谓的影像截取盒的部分 这就是圆缸的官网抓下来的 就是说你在直播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萤幕 然后游戏的画面进来 他要截取我的游戏萤幕 顺便搭配我的画面直播 画面直播出去 所以他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他就讲明了什么 一定要用什么 你要用高解析度 要录到所谓的HDR影像的话 一定要用什么 一定要用灰达的显卡做使用 所以你现在显卡又提升了 画质又更清晰了 所以未来圆缸就有机会怎么样 推出更功能更升级的 这个影像截取卡 对它营收来讲就会有帮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其实就已经怎么样 跟灰达有做合作 像这一台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AI 也算是AI PC的一种 不过它是应用在所谓的工业用的 跟个人用的不太一样 工业用的情况之下 它也通过了微软的认证 未来明年来讲 不是说只有个人电脑会好 其实很多的工厂也会导入 AI相关的PC 它的需求也会上升 所以它这一次法说 它就讲了 跟灰达合作的AI产品 接下来营收比重 它要提高到30%以上 最近股价 我是认为很多股票 最近因为行情量比较小一点 很多机场你追可能就靠住 我建议就是说 去观察它拉回的股票 拉回过程里面法人有没有买 法人这四天已经买了1793张 代表说你散户在丢 可是我法人在接 所以这种股票 我觉得在筹码上 外资在接的情况下 它后续表现 应该是可以进可攻退科所 再加上 就是说它过去这几天 一直跌过程里面 只有今天是收了一个下影线 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机会止跌 后续来讲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往上做表态 我们下午词 欢迎订阅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五七新聞網 真相不漏網